那我們今天是 今天議會 我們非常 那個 我們先介紹一下 今天議會的孫教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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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老師 數學老師 麗麗 那我們今天 比較 老看這裡 我先稍微介紹一下 今天要好的流程 台下還有兩個同學在對話 你們記得 注意一下 然後看一下這裡 我們今天要用的 因為有些老師 對這些東西 是陌生的 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 東西 怎麼透過Coco 去做所謂的分組 所做學習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我們今天Coco的話 現在同學 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 每一台電腦 有三個同學 代表第一個小組 我還是聽到 第六組的聲音 這是三個人一小組 然後組了一大組 做一圓桌 那我們實際上 我們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那實際上 這個Coco的好處 如果你現在在遠端 你待會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實際上 你最後 你可以發現事情 你在遠端 可以看到這 一二三四五六 他們實際的 你可以看到他們實際的 他們實際的作品 那他們作品 就會在這裡呈現 好 那我先出第二個功課 做示範 好 那請做這件事情 請現在各桌的桌長 幫我把你們組的組員 擋上去 請動作第一個功課 請 二四 一五組 四三先起立 十秒鐘 請告訴我 你該怎麼樣 十秒鐘沒到 請告訴我 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個課題 那同學手上 四張學習單 來 我用 我們用兩分鐘的時間 閱讀 來 我們看一下這邊 那同學先讀 先一讀文章 看一下這邊 手上 我們拿到第一張學習單 拿出你的字笔 來 請坐下來 再多了 我們有些時候需要問 聽孩子的 說 好 再一分鐘 下一個可能會是 你必須要上台表達 來 兩分鐘時間 待會 那同學先做這件事情 我有聽到 某一組 某個孩子 你在會的話 還沒到討論的時候 好 再來 兩分鐘時間 如果你的 我們先試試這件事情 我們試著做吧 那座長裡面的表單不是有 一二五十三嗎 同學試著出錯的案 或許你會懂 開始計時 兩分鐘 你的表單單位沒有完整 就要起立了 好 開始 好 等一下先廣播 我 我做完第一格就是零 因為右肚長大變一隻 然後 右肚長大變成兔 然後這個右肚這樣才是零 總對數是一 然後這樣來 解第二格的時候 總對數加起來是三 成兔加幼肚就二加一是三 然後再來算第三格 幼肚長大了 移過來變成兔三隻 然後原本的兩隻成兔 三對 然後原本的兩隻成兔 要再剩兩個寶寶 兩對寶寶 所以 第四格是二 總數就是五 然後再來 同地嘛 那個幼肚又長大了 所以變成五隻 不是五對 然後 然後 他們又 然後 又增加了 小孩又增加了 對嗎 兔子又生小孩了 同一對 同一對又生小孩了 變三 再加上 蓄水變三對 當然總數就是八 然後 這三隻 又長大了 三對 我不是講錯 就講不到 五對 成兔加起來就變成八對 然後 又有兩對新的 又生寶寶 又變成五對 所以這是實戰 就是先這樣 OK 好 大家鼓掌 好 好 來 我們來跟蔡英雄上來分享 來 第1組 來 第1組 請我們找組長寶寶 42號 那個 欸 大家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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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兔子嘛 一開始有小兔子 他一個月 他就長不到了 他 他兩個月才會生 生意在康兔展 所以就目前沒有用途 所以就是 那個 然後 然後 就是到了 三月的時候 他就會生小孩 所以就多了一隻 他就加成這個二 然後 4月的時候 他這隻長大了 然後 他 這一個 會生小孩 然後 所以最後加起來 就是這三 然後 然後 這個三 然後這三隻 就是 應該說這隻 就是幽默長大 然後 所以 層兔就變三隻 然後 原本的那兩隻層兔 就要一生小孩 然後 所以就變這樣 呃 啊 反正就 此類的 就是這個 和這個 然後 這個 這個 這個層兔就變這個 然後 對 這個 然後 這個 小的 短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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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的 會成 褲子 所以就變這樣 喔 然後 就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 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他剛剛做到這件事情 他找到了什麼東西 規則 規則 沒錯 我們事實上 在 在那些東西 我們會發現一個東西 一個敘述 一個命題 可是命題過程當中 我們非常不知道 問命題 什麼要表達事情 是什麼 那我們會透過什麼呢 我們會非常透過 用所謂的 簡單的數據 進去做實驗 初點 是這個樣子 我們會發現 問題 問題過程當中 我們設計比較簡單的 一些的 比較的文字 或比較簡單的問題 放進去 那他經過做 就是做檔之後 就可以發現他的規則 那我們去應該慢慢發現 1 1 2 3 5 8 4 3 請問下一個是什麼 21 21 那下一盒呢 30 那麻煩同學這裡面有3 把後面的所謂的11 12 13 只是把它停關 來 我把電腦還給你 那麻煩同學先登入FB 給大家看 看 你去看 你去看 甚麼 差點 你去看 對 你去看 你去看